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實從以前就有在參加宮殿 只是說都是大大小小的 然後都是陸陸續續的 從去年到現在其實議題定的比較多 其實以前也有 只是說行動力沒有那麼高 或者說群眾運動的行動力沒有那麼高 然後自從去年開始行動力才變高 然後就把工作遲了 然後就轉型說不管是 幾乎都是任何議題 比如說像環保護術 或是像過年前有去那個大圖場 然後又去那個 那個反徵收 經濟來源我就 看著辦 對啊 就看著辦 隨便 對 是不是在吃老本對不對 幾乎是乾掉了 對 幾乎是燒乾的 燒乾的狀態 家人 家人 家人基本上是管不動的 對 因為就是 我決定要做的事情就是 就是這樣子 對 沒辦法改變 除非說 有另一個轉捩點 那我們才會去改變 那我通常都是 一件事情做到的 除非說中途有一些事情發生 那我們才會去做改變 因為我覺得 現在台灣人社會 要餓死是不可能的 可是 要沒錢很容易 可是要餓死真的太難 所以我說 有時候覺得說 有些事情 你不去做 那以後 就沒了 比如說像環保 或像是 付出這個議題 它是當下的事情 因為它現在是進行事 現在進行事 所以你不去爭取 或是對抗政府 他們 無謂的開發 跟無謂的 建設的時候 基本上這個東西 可能在你 很短的時間 它就消失了 對 你會很驚訝 欸 那怎麼不見了 可能說 我去年 或是我三年前來到松菸 可是 三年後 或是四年後 我來到松菸 欸 這塊福地怎麼不見了 對 它是一個 瞬間消失的東西 整地 或是 在一個 沒有開發 跟 環境議題 或是 環保議題 共並存的時候 其實這些東西 很快就消失了 可能一般人會覺得說 它沒有意義 是因為 對大眾 就是無感 因為沒有間接的 金錢所持 就是 台灣先階段 就是大部分人 所遇到的問題 那我們爭取的 只是一個 應該跟不應該 必須怎麼樣 而不能怎麼樣 對 因為 很多建設都是 必須取捨的 而不是說 你今天要一個 開發 或是一個 建案 把第一箱所有物的東西 取不上 就是 非常不合邏輯 因為 台灣基本上 它是一個 倒退的狀況 它 自己開發國家 它也不算 然後 其實 你像 看歐美國家 或是西方國家 他們對於 環境 是非常重視的 對於在地文化 非常重視的 像古蹟這種東西 他們 保留得非常好 可是 台灣明明有能力 可是他們卻 一再地 去把它破壞掉 呃 關於太帝斯 議題 我就覺得說 嗯 嗯 脂肪 有分兩種 一個是不良脂肪 一個是 優良脂肪 那優良脂肪 呃 範圍 是 很容易被模糊掉 因為大家都覺得說 脂肪就是 六八千 對啊 六八千 可是 當 財團跟政府做連結的時候 那 照樣的 還是我們 一半小吃 對 而且我覺得說 在場所有的 不管是哪個人 你今天只要是受固連心的人 你永遠都是勞工 而 不用說你在銀行上班 不用說你在警察局上班 公務人員 他也是連心上班 他也是勞工 對 沒有那個 喔 可能做出工才是哪個人 沒有那樣的事 之方沒有勞工 你何來的生產 你 之方沒有勞工你哪來的道路 之方沒有勞工你哪來的建築物 對啊 甚至我們 用的任何一個東西 都是由勞工 去 創造出來 或是說 生產出來 那為什麼我會是 之方高過於勞工 對啊 這是非常不合理的說法 應該是平等的 對 我剛有看到就是 你好像聽得懂韓文 是本來就自己選 不然 呃 是跟他們相處下來 大概懂他們的意思 對 其實可能 我要用APP的翻譯 那可能有些朋友會英文 那 他們覺得我 很神奇的是 我只要比手畫腳 他們就知道我要幹嘛 或是說我要講什麼 對啊 就是用比手畫腳的方式 去他們了解說 我們想表達的東西 自體語 比表達的 還得快速 呃 像我第三次去的時候 他們在 永鳳語家 就是 那個和收穿家後面 那基本上那個 那個地方呢 其實 要搭也不是 不搭也不是 就是非常簡單 然後後來 他們開完記者會之後 我們 離到前面 那我們就是 開始想辦法怎麼搭 那 那 這是以前 可能 常跑 議題吧 所以 像站連這個東西 我們 像 可以馬上解決 像 曬太陽問題 就是 下雨問題 就是 優先條件 然後再想說 怎麼去做 消暑啊 對 這些資源可能就是原本的 就是原本現場的東西 然後 然後再加以去改 或者是說 因為我們在中間做環保液 就是環保液體 物質理體 那我們就會 呈現一個方式是 我們盡量省油省電 或者是說 盡量用協淵能源的東西 去做消暑這一塊 其實我覺得用這種方式 去呈現說 我們在抗爭的過程中 我們不是在 製造物 我們反而是要 告訴 民眾 環保是否重要的東西 然後用任何方法 自己DIY 都可以做環保的事情 這樣 而不是花錢就好 你知道 今天有一天錢都花完了 可是資源 自然資源 或是生態資源 你破壞 一消耗掉 它是永遠回不來 就像送電一樣 基本上 台灣的勞工運動 或是社會運動 或是學生運動 基本上 都可以達到效果 可是今天 台灣一個通病 跟毛病就是 每個人 都想要 畫面 或是說 每個人都想要 一定的權利 或是主控權 那就會分化 可是像 韓國朋友他們 就是 他們韓國的 勞工運動 他們是非常團結的 就是 不管你是哪一方 或是你是哪個公文 哪個公文 哪個組織的 今天只要大家 願意出來 他們就馬上全部出來 可是我們台灣不是 你跑你的 我跑我的 那今天十個人 跑十個場 你就有人夠 就是那個 氣勢起不來 而且 顯 顯現出來的時候 會比較弱勢 我看過他們的影片 就是 你無法想像 幾乎他們每一場 都是十幾萬人 十幾萬人 上街 上街 對 非常可怕 然後我覺得他們 抗爭很好玩的地方是 他們是 很有趣的是 他們用一種 唱歌跳舞的方式 去告訴你 一件事情 一件故事 跟他們現在所遭遇現在的 進行事 跟現在所面臨到的問題 對 而 不是像我們台灣 就是 喊口號 然後 聚集了之後 不知道 或是說 不知道 來幹嘛 或是說 來了 沖完了 暴力完了之後 就真的 沒了 對 他們是用一種 非常更溫和的方式 去用 跳舞的方式 去用唱歌的方式 去告訴你 讓你 去瞭解說 他們 的事情 我覺得 是台灣沒有的東西 所以 當他們在街頭快餐跳舞的時候 雖然說聽不懂韓文 可是 他們的女生 跟他們的 那種感覺 不是感覺出來 他們是 就是他們的 所有的行動 會讓你感動 呃 所有的抗爭都是從零開始 所以像 以前都是 百分之零 然後可能到百分之二 然後慢慢的去提升 因為所有的議題 都有相關性 對 所以 我這一個 我這場打敗了 我這 我這場輸了 沒關係 下一次 下一次 慢慢的去累積 你的 成功率 對啊 因為每一場運動 不是從 一開始 他的 勝算機率就很棒 因為我們今天 又不是打 管事 打管事也會輸啊 可是如果你是打那種 財團議題的管事 那更 更是 所以說我們今天是個人 那我們可能就 勝算是 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百 可是今天不是我們 今天對付的 面對的是 財團 政府 跟一些 不良開發的一件事 對 所以說是從 連累積經驗 去 思考說 要怎麼做 對 因為現在的人 現在台灣的 的 通病就是 政府說什麼就是什麼 可是我們現在必須要的是 最需要的是 當你去了解一個議題 一個建設的時候 覺得不對 就必須說NO 而不是說 你說 要做決定 必須跟政府 財團說 不要 不行 絕對不可以 對